大家好 这一回一定要注意 这一回的话 香港国际机场又送大礼包了 跟以往的活动不同 以往的话采用问答或者抽奖的形式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它这一回的话是采用这种限数 那么谁能抢到 谁先买的话 那就是随你的 基本上的话 比如说韩国的话 它这个已经抢完了 那么这个的话 今天开始 但是呢 里面细则的话好像没写的很详细 点进来之后呢 是这样子的 它的活动送出 然后呢 规则的话 现在不是很详细 以零票价购买 那么但是呢 税费就自己付嘛 还有就是这个大湾区 大湾区航空的话 它这个也是有首饶的 肥香港幸运收奖机票 但是里面点进去之后呢 最后的话 它会到达一个全部是韩文的页面 这个点 点抽奖详情 那么点进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这个可能对一般人的话有点麻烦 那么另外的话 比如说欧洲及英国的话 这个已经全部完毕了活动 那么最重要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啊 今天是5月17号北京时间 那么等到明天啊 明天就是5月18号香港时间 也就是北京时间一样的 等于说相当于是北美的5月17号啊 他这边有写示时间啊 东部时间是晚上的8点啊 太平洋时间的是5点啊 那么这一回的话 它是 开始之后呢 就是它美国的网关提供有限数量的往返香港机票啊 这个的话 以仙道仙道的方式发售 等于说你先直接下单嘛 只需要付款这个税费和附加费啊 那么所以说呢 最好呢 你先把这个国泰会员给加入进去 然后呢 这样的话 可以直接把这个护照绑钉啊 然后直接下单啊 这样比较方便啊 是经济上往返 那么适用于这个沃山基 旧金山 波士顿 纽约啊 可以在9个月之内旅行 机票最短停留时间 两天最长停留时间为一个月 那么多伦多 温哥华 加拿大的这边的话 其实也是跟美国一样的 那么后面的话 还有啊 那么加拿大的话 其实也是跟美国一样的时间 就是当地时间5月17号 北京时间是5月18号 也就是明天啊 那澳洲 新西兰的话是5月29号到6月4号啊 开始 那么澳洲的话 其实还挺多的啊 包括新西兰也有啊 那还有其他中长途市场啊 这些的话 已经有些已经卖完了啊 比如说这个推拉维夫吧啊 点进来之后呢 他就是感谢支持 然后他说就是已经达到这个限制了 那么还是有的啊 比如说迪拜啊 这个印度这边 那么尼泊尔这边 他这边还没开始啊 那你可以关注一下啊 南非也有啊 这种的话 到时候 如果说你手速快的话 就能抢到啊 后面的话 接下来之后啊 6月份还会推出活动啊 日本机票 6月份还会推出啊 台湾机票7月推出啊 所以说呢 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后面的信息